欢迎收看本期猪猪魅书电影 我是可爱有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男子一觉睡了30年 醒来后女儿都要出嫁了的故事 主人公狗蛋是一名刑事警察 每次发生案件时他都冲在最前沿 但是有一次他在执行任务中遭遇到了爆炸 从此以后狗蛋便躺在病床上一睡不醒 转眼就来到了2015年 此时的狗蛋已经沉睡了30年 这天狗蛋居然奇迹般的苏醒了 他醒来后发现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没有办法狗蛋由于跟不上时代 所以只好决定去做自己的老本行 就这样狗蛋通过后辈的帮助重新回到了警队 并且还与年轻警员铁柱组成了搭档 这天警队为了提高办案效率 于是便引进了人工智能警察 人工智能警察通过大数据来分析作案动机非常厉害 但是行为老派的狗大对于人工智能非常不屑 这时警队忽然来了一个报警电话 于是队长便利用这次机会 让人工智能和狗蛋进行比试 看看谁能率先破案 但最终由于人工智能太过先进 直接就分析出犯人是谁 所以狗蛋也毫无疑问的失败了 对于这次失败 狗蛋也并没有太过伤心 因为医生告诉狗蛋说 由于30年前抓捕罪犯时太过拼命 并且又沉睡了30年 所以身体的很多技能都已老旧 所以他也就剩下一个月的寿命了 不过对于这件事情 狗蛋决定隐瞒所有人 不仅如此 狗蛋还极力撮合搭档铁柱和女儿成亲 因为他想在自己临死前 看见女儿幸福的样子 但是令狗蛋没想到的是 女儿对这门亲事很是反对 并且在吃饭时暴打了狗蛋和铁柱一顿 接着铁柱在狗蛋房间查看物品的时候 也发现了狗蛋生病的事情 于是便让狗蛋马上去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狗蛋根本就不听劝 因为他不想把鱼下的生命浪费在病床上 不过就在这时 研究人工智能的实验室却发生了意外 恐怖分子控制了人工智能的主脑 想要靠人工智能毁灭整个世界 狗蛋知道这件事情后 便带着铁柱迅速冲到第一线 并在其他刑警的帮助下 成功阻止了恐怖分子 但是恐怖分子头目在众人打斗时 利用人工智能控制了其他国家的导弹 向日本发射过来 而他自己在完成这一操作后 直接看着飞机逃走了 为了正义 于是狗蛋便驾驶直升机吹了上去 关键时刻 狗蛋一脚将头目踢下直升机 阻止它逃离日本 之后狗蛋便驾驶飞机撞向导弹 此时大家都以为狗蛋死了 但是狗蛋的身体却还有部分意识 30年后 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 狗蛋再次被松醒了过来 看完电影 猪猪妹想问大家 如果你睡了30年 醒来第一件事是去干嘛呢 看完记得点关注猪猪妹在评论区等你哦